從第一天到台東認識新朋友一起出去玩 瘋瘋打打鬧鬧 到第二天 地獄的行程 到天堂的美食 今天即將進入第三天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喔 為自己鼓掌 還在睡 也就是女王 自信放過馬 你若愛就來 愛我張狂 張狂 還在睡喔 晚上他們就 喔 你們超重 還想要喝酒 耍畫沒耍夠 那我認識的一個老闆 他在這裡有開了一個Sake的酒吧 等一下可以帶大家走走看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 已經海嘯滿了 然後他們又不早點講 有些地方就是要預約的 講不清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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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穿鞋子呢 欸 沒人喔 有些人 有些人 我覺得這邊很漂亮耶 很舒服 喔 但我們今天已經擦雞了 神度清爪神度清爪 那個那個 禮箱很棒 老闆怎麼喝珍珠奶茶 還是咖啡喔 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 確定 確定 切洋蔥 那蘿蔔也要洋蔥 欸謝謝欸 今天沒有你的照顧我就活著 真的謝謝 真的謝謝 欸姐你不是要考驗湯嗎 這個確實 因為它有吸 我的天 你們看他手上的針孔 對啊 哈哈哈哈 用雞來勒 怎麼很針孔 對 真的謝謝你們 這幾天照顧我是很幸運 真的 真的 欸大蕊 你不是很討厭他嗎 真的 可以講嗎 誰 那包別人啊 總結石 都好 天啊 他壞了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 你還要結石 他已經提到結石了 沒有啊 我就是說 昨天是有牙接石 跟全中的 大家喝了酒之後 還是想唱歌 還是想要唱飲 於是 我們轉站到了海嘯酒吧 這隻瘋狂的夜晚 但是 大衛跟妮妮 簡直就是 沒感冰啊 喝不下了 喝不下了 沒關係 我們還是一起 瘋狂作樂吧 好臭臭的旁袋啊 好累 自己給我講一次 好厲害 來啊 這個小姐還想留嗎 我還醉 欸不不不不不 你還醉 講錯了講錯了 我還沒醉了 下面很臭 穿過鏡頭 穿過 Oh my God 出來晚 如果有酒精行程 一定要確保明天 你有體力 你有精神力 去活動 但我真的覺得我在玩命 怎麼那麼喘啊 哈哈先這樣 準備來退房了 今天天氣好一點 每天都想天氣好一點 怎麼那麼大太陽欸 這麼賤的才動 離開了給我太陽 好 準備了 退房囉 我們呢 決定就是本來今天要緩車 但是趁今天天氣好 我們想要 要到花點雲裡 對 我知道你們的心裡 就是想要再多住一天的車 然後我們好好的逛下台東 走了走了走了 不要躺在這裡 走吧 今天的鐵花村 今天的第一餐就是 哇爾斯邦茶咖啡 裡面的三點呢 我們都非常的喜歡 超好吃的 美好的一天 就是從美食開始 漢堡 披薩 薯條 樣樣型 讚讚讚 老好 我發現 有很多冰 平常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一個冰店 來吃一下 有臭的 木瓜嗎 是木瓜味嗎 一進來有聞到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我在想是木瓜味嗎 西瓜牛奶 他們的西瓜呢 是用小玉西瓜 所以看起來就是黃色的 一口接一口 好爽喔 生牛乳冰 吃起來口感跟一般的炒皮 吃起來麵麵冰 所以是麵麵冰 對 他們說你有來這間吃過 對阿 誰說的 大家 算是沒有阿 有阿 你的照片阿 哈哈哈哈 菜英文 哈哈哈哈 他怎麼不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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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氣好呢 那我們就來到了 原生英文植物園 為什麼要來植物園 欸我今天氣色也太差了吧 我覺得是白的 怎麼會這樣 現在氣色也太差了吧 好 我們來到植物園囉 今晚你想不想來點不一樣的呢 他說 嗯 什麼啦 你這樣吃好有趣 我跟他聊天 我聽一下 你今天想吃嗎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一種休閒放鬆 而且有很多 舒穆 然後有一些咖啡廳 可以走走看看 一種放鬆的感覺 有 哎唷 要拍了 那怎麼辦 好 到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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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啦家 夜店裡面有大廚 來來來來 吃吃吃吃 姐 你們幹嘛偷約會喔 姐 真的是 喂 在上面 姐 姐 啊 這裡有設 有設一些地方 是可以 拍照好看的 以外 還有就是蠻清新自然 還有 前面好像還可以餵 這是羊還是鹿啊 羊啊 什麼意思 欸 奶奶在晃欸 嚇死人了 啊 我要被黃標了 姐你怎麼可愛啊 姐 這裡 啊 那個舌頭 姐你的舌頭 欸 幹嘛撞他啦 哇 姐姐 姐 好高貴 高貴雞欸 這是高貴雞 想被打欸 真的 你要嗎 你要我的嗎 姐 姐快點 姐你在那邊拽什麼拽 拽什麼拽 你吃飽了嗎 為什麼要攻擊我 為什麼要攻擊我 好兇啊 哎 他咬到我了 他不會咬人 就捉到我了 姐 好想吃喔 怎麼那麼好吃啊 超好吃的啦 今天我們的台東三天兩夜行程了 結束了 我們馬上來 要離開台東最美麗的地方 謝謝Jason 這三天的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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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拜拜 好可怕喔 好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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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上車 拜拜 拜拜 不要再晃奶了 趕快進去 快靠腰 台東三天兩夜行 終於結束了 這三天兩夜 我們體驗了 酸甜苦辣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旅行 有一群非常好的朋友 一起相處 這才是最重要的 讓我們下次 一起出去玩吧